这个宋母医院 他们滥用药物用患者做实验 精神病不止我一个人有 因为我是一个偏执者 因为我有抑郁症 我有酗酒的习惯 我就一直有心病 不开始救我医院 不简单啊 关于这个案子 有11起受害者 且受害者全都是小孩 有一天就是我接我儿子 正常放学回家 突然来了一辆车 我们母子俩撞了 好像杀的都是这些医生的孩子 会不会是因为他小时候 治疗的时候遭到了什么 震惊治疗新设备 经由不可控的副作用 有抽离意识的风险 我看到他被一个人捂着嘴 因为是我的缘故 导致他去死了 因为我女儿死了 这有东西 是我的女儿 1996年 也十二岁 但是现在呢 西吻的那个医生 他是小鹤 啊 这个人就是杀手 他是你的小白鼠 我不知道说啥了 这样吧 走走 欢迎 哎呦 哎呦呀呀呀呀呀呀 我只能透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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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